我们现在来看An Unusual Island这一篇文章 第一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语法题了 我们看到这道题目的画线部分其实是整个句子的一个主干 它会包含这个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动词 那在这个句子主干开始之前 它其实有个非谓语动词短语在开头做状语的 也就是这个 hosting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species in a relatively tiny area 在相对小的区域内容纳非常多的物种 那我们知道在这种句子结构当中 有一个特点就是句子的主语一定要能够发出这个 非谓语动词短语的动作 一定要能够发出前面这个动作 也就是我们所选的选项 它的主语必须要能够怎么样 在相对小的区域内容纳非常多的物种 那我们就来看每一个选项的主语 a选项跟boy选项的主语都是生物多样性 大家想一想 生物多样性是一个抽象的性质 但是如果说要去容纳非常多的物种 你既然是要容纳非常多的物种 物种是实在的东西 你还要容纳这些非常实在的很多的这些物种 那是不是应该是一个很实体的东西 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具体的东西 它才有可能去容纳很多的物种 生物多样性就是一个抽象的性质 是大家脑中的一个概念 可不可能去容纳很多的物种呢 不可能 对不对 在物理上它根本就不可能容纳物种 那再看这个C选项 它说马达加斯加导的非比寻常特征 马达加斯加导非比寻常特征 这个特征也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对不对 看不见摸不着的 它都不是一个实体的东西 怎么可能去容纳这些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物种呢 对不对 所以也不可能了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道个选项的族语 马达加斯加岛 那马达加斯加岛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 它是有土地的 对不对 那有土地的这个岛 它是不是可以在相对小的区域内容纳非常大量的物种 就可以了 对不对 马达加斯加岛就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地方 有土地能够去容纳非常大量的物种 所以四个选项当中 只有哪一个选项能够发出 host an unusually large number of species in a relatively tiny area 只有dog选项的这个族语 马达加斯加岛 所以正确答案就选择dog这个选项 这是第一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题 那第二题呢 它是一个内容填空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要求 它说在这个位置呢 作者希望要去添加额外的支持 对什么的支持呢 对段落阻止的支持 而我们注意一下 每次提到说要去支持文章某个部分的内容 比方说支持文章的阻止 支持前一句话 这个支持到底是指什么样的支持呢 那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在SAT文法部分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说要支持呢 会有两种情况 是比较常见的 一种呢 就是给原因 说明理由 那另外一种就是给出细节 就是做更详细的尝试 给出更加详细一些细节 所以呢 遇到support的 大家可以往这个方面去想 那这道题 我们除了要明白support指什么之外 我们还要知道 就是段落的阻止到底是什么 就第一段的段落阻止是什么 因为你要去支持段落阻止 那你首先得知道段落阻止是什么 对不对 好 我们知道说在英文的段落当中 阻止往往会在前面 对不对 那所以我们可以从第一句看起 但是这里要跟大家特别提一下 就是SAT文法部分当中 这些文章第一段文法 都是由开场白的 它的开场白部分 只是引出主题跟全文的阻止 或者跟段落的阻止 可能是没有特别大的关系的 那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直接就认定 第一句话就是 我们一定要去看 一句话 一个内容 如果是这个段落的阻止的话 那这意味着说 这句话一定会在段落当中 被展开叙述 对不对 如果他就稍稍提到了一下 作为背景提出来 或作为铺垫提出来 他不是主题的话 肯定就一笔带过了 对不对 但如果一句话的内容 它是整个段落的阻止的话呢 这就意味着说 它会被展开来叙述 会被详细的说明 大家上过写之后 可以应该都明白这个道理 那我们来看这个段落第一句话 我们来看这个段落第一句话 它的主干讲的是什么 它说是马达加斯加的这个 它这个岛呢 是世界上第四大岛 好 那么是世界上第四大岛的话呢 我们想想 下文有没有展开叙述说 它是世界上第四大岛的事情呢 没有吧 对不对 你们看 第二句话讲生物多样性 第三句话 也是在讲多样性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好 说生物多样性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它地理特征 然后呢第四句话呢 是把这个地理特征做了一个介绍 那你们会发现说 下面根本就没有具体展开说 它是第四大岛这个事情 没有顺着这个事情讲下来 所以呢 我们会发现第一句话 能不能被认为是阻止 不能 对不对 不能认为是这个段落阻止 那第二句话呢 也就是第一题出题的这句话呢 那这就是一个段落阻止句了 为什么呢 你会看到他这里提到了生物多样性 对不对 我们看正确选项 就是第一题 正确选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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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他说马达加斯加岛呢 是以非比寻常的这一个生物多样性为特征的 那我们想想 接下来也就段落第三句话 就发现部分之后 马上是不是就说 this unusual variety 对不对 就是这样一个非比寻常 不同寻常的多样性 这个其实是不是指的 就是前一句话里面提到 这个生物多样性 对不对 好 那说到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 他其实是开始在展开 段落里的第二句了 他展开 他说 他说 这个非比寻常多样性 这种生物多样性 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什么而造成的呢 是因为这个岛上的这个地理特征 那么说到这个岛上的地理特征之后 他又进一步的展开 说到这个地理特征到底是什么 那你们会发现说 第三第四句话在一起 其实是在告诉给你听 第二句话当中提到的 这个马达加斯加岛的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第三第四句话 它是围绕哪一句话说的 围绕第二句话说的 围绕段落第二句展开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就可以认定 你们想想 又在相对前面的位置 同时又被后面的内容所展开叙述 这个句子还是蛮容易发现 它其实就是段落主题句的 对不对 主题句 那我们清楚段落主题句之后 也就知道说段落的主题 其实要讲的就是什么 马达加斯加岛是以这种非同寻常的 生物多样性为特征的 那我们就是要找支持了 要找证据或者说 就找原因了 对不对 或者说展开叙述了 对不对 反正我们所选的选项 一定要跟马达加斯加岛 生物多样性有关 那生物多样性 那就是要突出这种什么 生物种类之多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看哪一个选项 能够体现出 它的这种生物物种数量 是非常多的 我们看A选项 A选项它说 这个岛屿上的这个动植物 有超过90% 物种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那你们看 这是不是显出了 它有着非常与众不同的 一个生物多样性 对不对 非常多 当中多到怎么样 有90% 你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 A选项是能体现 它这个生物物种数量之多 好 所以A选项是符合条件的 符合题目要求的 我们再看一下波威选项 波威选项说的是什么呢 波威选项说的是 他说 马达加斯加岛附近的 这个印度洋 它的这个温度 每一年在以 一摄氏度的这个速度 怎么样 在增长 在以每年一摄氏度的 这个速度在增长 你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跟生物多样性 没有什么关系了 对不对 就他没有提到生物多样性 如果你要是觉得 他有可能是生物多样性的原因 也不太可能 因为他这也没有提及 这个联系 对不对 他没有直接的提到生物多样性 也没有体现出他多 那其实我们看一下 C选项 C选项他说 马达加斯加岛的气候 使得这个岛呢 对于咖啡生产来说 是很理想的 而且呢 这个岛呢 每年就是出口多少量的这个咖啡 会发现 他也跟生物多样性没有关系吧 对不对 他讲的是咖啡产量的问题 我们再看Dog这个选项 他说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种 Limer的这种物种 我们知道就是 Limer应该是一种动物 这种动物应该包含很多种物种 就是类似于比较说 像猫猫其实也分为很多种不一样的物种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Limer呢 Limer这种动物它的物种呢 世界上全部这种Limer的这种物种 它都是马达加斯加岛所特有的 注意一下这个B endemic 2这个短语 是马达加斯加岛所特有的 那么但是呢 90%这种这些Limer的这些物种呢 被预测怎么样 会在接下来50年怎么样 灭绝 好他只是提到了 就是Limer的这些物种呢 是马达加斯加岛独有的 但它有没有体现出物种数量之多 没有对不对 我们说生物多样性是指它很多 这里只提到了单个物种 对不对 它有没有体现出 这个岛屿上面的这个物种数量非常多呢 没有吧 对不对 他只提到说 有其中一些物种是怎么样啊 是马达加斯加岛上面所独有的 它不能体现出这个物种数量之多 所以跟A选项比起来 虽然这两个选项都提到了某些物种 但是呢 A选项更能体现出生物多样性 所以最后我们选择A选项 这个题目其实就是 只要你搞清楚这个段落阻止是什么的话 通常都不会错 这是第二道题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 第三题我们一看这四个选项就知道 它其实是在选择过渡词 选择过渡词的话 我们就要把前后的内容给看清楚了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画线部分之前讲的是什么呢 他说 画线部分之前呢 他这个句子比较长 我们就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用粉红色下画线 标出来这个部分 画线部分之前提到呢 就是这个马达加斯加岛啊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A的值呢 就是这些句子当中这个马达加斯加岛 这个马达加斯加岛呢 它已经跟其他陆地啊 隔绝开来 隔绝了 80 million years 隔绝了非常长的时间 8000万年 这是前面所说的内容 我们看一下画线部分之后所说的内容 说的是什么呢 他说 这个岛呢 这个岛就是马达加斯加岛啊 这个岛呢 对于Ellipatrix Spatiation来说呢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环境 那我们想想 这个Ellipatrix Spatiation 我们可能不太知道 读的时候可能不一定很清楚它的意思 大家不用怕后面有个同位语 来告诉你听是什么 他说这个Ellipatrix Spatiation呢 这个Ellipatrix 物种形成方式呢 它其实是这样一个过程 什么样的过程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同一个物种 同一个物种当中 那些在地理上隔绝开来的那些 种权啊 个体啊 会怎么样啊 会独立的进化 你进化你的 我进化我的 最终大家本来是同一个物种 最终怎么样 因为在地理上分隔开来 各自进化变成了什么 不同的物种 是这样一个进化过程 好那你们想想 这样一个进化过程 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 同样的物种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呢 在地理上隔绝开来 那么这样一个物种形成过程 它说马达加斯加岛 对于这样一个物种形成过程 是很理想的 那前面是不是刚提到过 马达加斯加岛 它跟其他陆地隔绝了 八千万年了 对不对 它既然跟其他陆地隔绝 隔开了八千万年 它肯定就有怎么样啊 有一些物种 有一些 其他地方也有的物种 但是呢 因为处在马达加斯加岛上 所以就跟自己同物种的生物 怎么样啊 在地理上隔离开来 而从而独立的进化形成 新物种 所以呢 我们想一下 前后至少是同一 往同一个方向讲 没有冲突 对不对 那么呢 也没有什么不同 也没有讲什么差异性质的东西 讲的其实是 往同一个方向在讲事情 所以呢 前后 我们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排除掉 BCD选项 因为 Boy选项和Dog选项 表示的是对比 C选项表示的是转折 那大家会发现说 这三个其实都不会往同一个方向讲 如果我们选择三个选项的话 那划线部分前后应该是往不同方向去讲 强调两边的差异 强调两边的冲突 但是我们会发现 这个划线部分前后 其实讲的事情是不冲突的 而且是有联系的 讲的都差不多都有讲到怎么样啊 他跟这种地理上的隔绝 对不对 而且其实还存在一个因果关系 正是因为他都隔绝了这么久 对不对 他跟其他陆地是隔绝了这么久 所以他是不是就有很多那种 在地理上跟同物种生物隔绝出来的个体或种群 那些个体或种群就在这个 跟其他陆地隔离开来的岛下面怎么样啊 独立的进化 形成了跟岛外面怎么样啊 不同的物种 所以呢 前后其实这么读下来 也会发现其实他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 所以A选项正确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四题 第四题仍然是把题目放在这个句子里面 好 我们注意一下划线部分是一个谓与动词 对不对 那这个谓与动词啊 应该用单复数的单处还是复数呢 还是用什么样的实态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考虑了 那这种题目我们先考虑主位 一直在考虑实态的问题 因为我们拿到的时候 也只知道他在考谓与动词的形态 不知道他到底在考什么 对不对 单复数呢 还是实态呢 还是两个和弦一起考的 不知道的 大家先考虑主位一致 好 考虑单复数 那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划线部分作为谓与动词 它其实是 这个 in which 起头的定语重句当中的谓与动词 它对应的主语是什么 是这个 geographically isolated populations of the same species 我们注意一下 在这个定语重句当中 这个主语很长 但是它的中心名词是谁 是这个populations 对不对 它的主语当中的核心名词populations 所以谓与动词 也应该用什么 相应的复数形式 因为populations是复数嘛 对不对 那谓与动词 是不是也应该用相应的复数形式 那四个选项当中只有boy选项 是复数形式 所以正确当然选择 boy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五题 那么第五题呢 它其实是考察这种标点符号的使用 因为呢 就是所有格 名词的所有格 表示什么什么的 会加一匹s 那复数呢 是直接加s 那sat很喜欢考 怎么样 就是我到底这个s前面呢 要不要加所有格这一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要注意一下 它这里要表示物种 对不对 并不表示物种的所有格 所以这里首先呢 物种这个词 species这个词 它后面是不需要一匹的 对不对 由此我们可以排除 a选项和dog选项 剩下就是boy选项跟c选项 那我们知道世界上的物种 世界上的物种 那这个世界上的 这里确实存在所有格 肯定会有这一匹 对不对 我们要面临的这两个选项 都是有这一匹的 关键就在于世界有两个啊 就这一个吧 对不对 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对不对 好 那世界应该是单数 对不对 那应该是先加一匹 也再加s 相信这个题目 大家应该都能够做得对 正确答案就是c选项 先注意species是负 这里 它是表示负数 不需要用怎么样 一匹 其次就注意一下 世界 the rule 是应该用什么 单数 对不对 单数名词的所有格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c选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六题 第六题呢 是一个句子合并题 句子合并题 那就是我们要看清楚 前后的句子了 对不对 那我们看看第一个句子 说的是什么呢 它说的是最大的 其实最大的是最大的那种变色龙 最大的变色龙呢 在长度上面有一米这么长 那么最小的变色龙呢 它能够很舒服地坐在火柴头上面 注意这里这个match 作为名词是火柴的意思 那就是告诉你 最大的有多大 最小的有多小了 对不对 这两句话之间 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关系 是一个对比的逻辑关系 那我们看一下这四个选项当中 哪一个选项可以表明 原来这两个句子之间 是对比的关系呢 只有boy选项 它表示的是 原来两个句子之间的 这个对比关系 把两个句子写在一起的同时 体现了原来两个句子 之间的这个对比关系 最大有多大 最小有多小 所以boy选项正确 那么A选项 C选项和Dog选项 这三个选项表达的呢 虽然它们跟这个对比有点像 但它们不太一样 它们表达是转折 是转折的关系 转折跟对比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我们注意一下 转折的话 前后两个事情是有冲突的 就是前面一件事情发生了的话呢 后面一件事情 照理是不应该发生的 举个例子 就是 我昨天吃了三根冰淇淋 但我今天一上体重称 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长胖 那么您就会发现 这是一个转折 那对比就是 我今天吃了三根冰淇淋 而小帮手呢 他一根冰淇淋都没有吃 好 那这是对比 只是说明情况不同 前后这两个事情没有什么关联 这两个事情没有什么冲突 因为我吃不吃冰淇淋 跟他吃不吃冰淇淋 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叫做对比 明白吗 前后这两个事情只是不同 仅仅只是不同 两件事情没有什么发生上面的这种 就是这种联系 没有什么冲突的 两件事情一起发生 没有什么冲突 没有什么怪异 那这个就是什么 对比 如果前一件事情发生了 后一件事情照理是不应该发生的 这就是冲突 那么这就是一种存在一种冲突 这就是转折的关系 那这里显然怎么样 两件事情不存在冲突吧 对不对 只是不同 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对比 所以第六题 我们选择博语选下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七题 第七题考察标点符号了 对不对 我们注意一下 在这个句子当中 出现这个ts 它其实是这个 the tallest species的名字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对这个 tallest species的一个解释说明 它其实是一个插入语 当然从内容上来说 我们更具体的一点说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同位语 那作为一个插入语来说的话 它应该是两边都有标点符号 两边都有标点符号 要么是一对逗号 要么是一对破折号 要么是一对圆括号 而且两边标点符号是要一致的 那我们看一下 a选项当中 它两边怎么样 用了一对逗号 跟句子其他内容隔开 对不对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boy选项 boy选项 它怎么样 只有一边有逗号 另外一边怎么样 少了这个逗号 所以boy选项就错了 好 c选项 ts的左边是逗号 ts的右边是破折号 两边的标点符号不一致 错了 好 dog这个选项 我们说过了 它这里是一个同位语 起到的作用性是一个插入语 它其实隔断了怎么样 我们说只要它是把原本相连的两个内容给隔断了的话 它又是起到一个可有可无的补充说明作用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插入语 就是这是一个可以视为插入语的同位语 那它两边是需要标点符号跟其他那种隔开的 那么你会发现它两边都没有标点符号 错了 所以第七题正确答案选择A选项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 那么第八题又是一个内容填空题了 但它讲的有点点像词汇题 其实也涉及到大家的词汇问题了 所以词汇甚至是一个很重要性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题的题目要求 它说哪一个选项呢 是跟这整个段落当中啊 对于这个数的这个描述呢 是一致的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correctivization 它不是特点的意思啊 它是描述的意思 对于数的这个描述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一段讲到这个数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一下它的一些用词 就是它讲到这个数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用词 他说就是比方说他说这里提到说 这些植物学家和导向的居民呢 一开始都猜测这个植物是一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直到什么时候呢 他们才发现他们的猜测是有问题的呢 until they were surprised by 对不对 然后呢 直到他们被惊讶到 对不对 直到这个树啊 这种sutton flower 这个树突然之间开花时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 对不对 你们注意一下这个 be surprised的 这个短语 然后注意一下这个sutton这个用词 还有再看下一句 他对这个树作描述的时候 他说 it produced a bizarre looking 看起来非常奇怪的 这个shoot 注意这个shoot呢 是表示这个树啊 的这种嫩芝啊 嫩芽的意思哈 好 你们看一下这个bizarre这个词哈 非常怪异的 那你们想想了 那这里面几个词 a选项这个durable 是表示什么 持久的耐久的 前面没有提到 对不对 不会选项plentiful 你看一下这个句子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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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only about three dozen of these trees 现在只剩下三十几颗了 可不可能还是plentiful 也不可能了 对不对 plentiful是数量充足的 对不对 好 c选项 intriguing 这个有趣的 那你想想 令人惊讶的 又会突然开花的 然后呢 看起来有点奇怪的 这个是可以放上去的 对不对 因为就让人比较好奇 所以c选项呢 是符合这个描述的 好 dog选项 beneficial 有好处的 这里有提到 他能带来什么好处 也没有 只有c选项是符合 那么c选项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词 大家会发现 他英文示意当中 解到这个词的时候 就说 这个词表示的有趣 往往是因为什么而有趣 就是因为奇怪 或者是让人感到陌生而有趣 所以c选项是非常符合这个语境的 大家注意一下 在描述当中 在讲到人们的对他的态度 以及在对这个数本身 做描述的时候的一些用词 是跟这个c选项是对应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九题 第九题 这是一个内容增删题 他问我们说 要不要去删除这个画线部分 其实就是画线这个句子 那这个题目呢 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但是可能有同学会 还是会选错 主要是没有考虑到说 就是连贯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做这个句子 增删题的时候 就是有的时候 甚至增删的不一定是句子 有可能就是一个画线部分 可能是个短语 反正就这种内容 增删题的时候呢 大家除了要看他整体 跟这个段落的主题 符不符合之外 还要注意一下 就是它跟前后内容之间的 这个联系 它跟前面和后面内容 有没有联系 尤其是后面的内容 尤其是我们这一道题 就是很好的一个体现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画线部分 画线部分之后的这个句子 他提到 the habitats that these species call home 我们注意啊 这里有出现指代 这个these species 大家想想 这个these species 这些物种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画线部分 画线部分当中 这里提到的这个 the 600 previously unknown species 对不对 好 如果我们把画线部分 删掉了的话 你们就会发现 他接下来这句话当中 这个these species 它是没有指代的 它前面的指代是不明确的 它没有明确的指代对象 好 从这一点我们是可以判断 画线句子是不能善的 对不对 好 其次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这个 在画线部分之后 这个句子当中 有个过渡词 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有个副词 low 注意一下这里这个low 它是副词 它并没有再连接两个句子 对不对 它是在充当副词 那这个副词表示 是这个句子 跟前一个句子 会形成一个转折关系 那我们想想 前一个句子提到说 上一段所提到 这个pong tree 这个棕榈树 它只是 马达加斯加岛上面 在21世纪 头10年里面 发现的600种 之前所不知道的 物种当中的一种 所以 画线部分的句子 是不是想强调 马达加斯加岛的 这个生物多样性 对不对 物种非常多 对不对 然后讲是一个 好的一个方面 但是之后呢 就是这个豆所在 这一句话讲的是 然后这些物种称之为 加的这个栖息地 也就是这个马达加斯加岛 它现在面临着威胁 面临着威胁 这讲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和不好的事情 之间 是不是存在一个转折关系 你们看一下 如果说 我们把画线句子 删掉了的话 你们就会发现 段落开头这一句 它是没有办法 跟前面的内容 形成转折关系的 因为如果我们把画线句子 删掉的话 那thehabitats 起头这一句 是不是要跟上一段 最后一句 去形成一个转折关系 但我们看 上一段 最后一句 讲的就是一个 不太好的事情 现在野外当中 只有三十几颗 这种树存在 这本来就是一个 不好的事情 然后豆手在这句话 讲的又是不太好的事情 这两句话 你们看上一段的 最后一句 跟这个 thehabitats that these species call home 都are under threat 这两句话之间 怎么样 是没有办法 形成转折关系的 这一句话 只能跟画线句子 形成转折关系 所以这两个线索 其实都在提醒我们 画线部分 这个句子 起怎么样 是不能删除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排出 C选项 跟Dog这个选项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选项的理由 A选项 他说他提供了一个过渡 对不对 什么和什么之间的过渡 前一段之间 前一段话的内容 前一段的这个内容 以及新话题的过渡 这个新话题是什么 栖息地破坏 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这一段 大家如果往下看的话 有读文章 会发现 他确实在讲 栖息地破坏的问题 对不对 上一段是讲棕驴树 对不对 你们看一下 那这个画现句子 这个 Dispontry 棕驴树 其实是怎么样 对上一段内容的一个承接 对不对 他把这个话题 从上一段的棕驴树 又引回到了 这个岛屿上面 从而讲到 这个岛屿上 栖息地 这个面临破坏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讲 这个栖息地破坏 这个栖息地 就指这个岛上的栖息地 对不对 就是这一段的话题 又要回到这个岛上来 但是上一段 花了很多笔目 在讲那个棕驴树 那这一句话 其实是把话题 从上一段的棕驴树 拉回到了 怎么样 马达加斯加岛上 进而去讲 马达加斯加岛上 栖息地 面临破坏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它确实起到了 一个过度作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 A选项的理由 是可以成立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波逊选项理由 他说 因为这句话 引出这样一个要点 什么要点呢 引出要点 也就是说 这句话所说的是 这个内容了 对不对 他说 这句话讲的是什么 马达加斯加岛 这个生物多样性 不仅体现在 这个动物上面 对不对 其实连植物上面 也是能体现 生物多样性的 这句话 有没有讲到 什么动物植物的 生物多样性 没有吧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他这里讲到 他这里概括的 这一句话的内容 他概括了 化现去子 所讲的内容 但是实际上 概括的对吗 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个理由 是不成立的 所以不会选上错误 我们就选择A选项 然后呢 有同学可能会选择 C选项 跟这个Dog选项 我们还是看一下 这两个选项的理由 C选项说 这个 化现句子应该删除 因为它提供什么样 跟前面信息冲突的 这个数据 好 我们如果是往前回去看的话 会看不到什么冲突的 所以C选项的理由 不成立 我们再看一下Dog这个选项 Dog这个选项 他说因为这个化现部分 包含了一些信息 这个信息呢 是不支持 这个整篇文章的主要论点 大家想想 整篇文章的主要论点 其实是什么呀 讲了这么多 就是想讲 它的生物多样性嘛 对不对 那这句话其实有支持到 生物多样性的这个要点了 对不对 有说明生物多样性了 它并没有不支持 这个the overall argument of the passage 对不对 所以啊 Dog这个选项 它理由能不能成立啊 不能成立啊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 你们注意一下 你们手上拿到的这个版本 因为旧版里面呢 原来它这个给的是 这个paragraph 新版里面呢 它这里呢 改成了这个passage 因为可汗这个题目呢 它有的时候 其实会做一些变动的 那么呢 大家注意一下啊 就是大家尽量的去做 新版的可汗文法啊 好 那么这条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题 啊 第十题呢 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 一个语法题 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啊 考的是一个啊 名字单复数一致的问题 而这个考点呢 在老sat当中考的很多 在形式当中考的 相对就少了一些 但是偶尔还是会出现 那我们看这个句子提到 是多数 这个岛上的多数人啊 都是怎么谋生的呢 都是当农民去谋生的 我们注意一下 这里这个农民 其实跟这个most people 其实同一波人吧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单复数上面 是应该一致的 因为most people 肯定就不是一个农民 是多个农民 所以应该选择 不会选项 这个复数的 这个farmers 对不对 用复数形式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题 那第十一题呢 又是一个内容填控题了 内容填控题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题目的要求 他说作者呢 想要结束这篇文章 用什么去结束这个文章呢 用一个乐观的这个视角 用一个乐观的这个观点 来去看这样一个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一个乐观的看法 也就是要用一个乐观的看法 来结束文章 关于什么的乐观看法呢 就是一个问 对一个问题的乐观看法 什么问题呢 前一句话提到的 然后我们就要把前一句话 给读清楚了 大家注意一下 前一句话 它的主干是 species may now find the unsuitable habitats 然后中间有一个定义 中间 that have adapted to very specific small ranges 我们来看一下 也就是说 那些已经适应了非常特定 非常小范围 这种生存范围的那些物种 对不对 他们刚适应下来 他们来到一个 很特殊 很特定的一个 就是比较小的一个区域 在这里生存 然后适应了 对不对 可能一开始不适应 然后适应下来 好适应之后 他们又发现 这个环境 他们所适应的这个环境 在发生变化 又变成了怎么样 注意一下 这个凳子的是 这个凳子的 就是前面 在定义存句里面说的 very specific small ranges 他们发现 这些非常特定 非常小的范围 他们刚适应的这个范围 又变成什么东西 又变成是 不合适的栖息地了 刚适应下来 这个环境就发生了变化 又变成不合适 自己的一个居住地了 好 那说是这样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说 我们所选的选项 首先得是乐观 其次得跟这个问题相关 对不对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这四个选项的内容 这四个选项比较长 但是大家会发现 这种题目 其实是好拿分的 因为它要求比较具体 你只要把选项读清楚了 通常都是能选对的 所以一定要看仔细 好 A选项说的是 马达加斯加岛 这个人口一直在 以某个速度增长 对不对 这意味着说呢 这些林地呢 会一直被牺牲 B一直会用来怎么样 用来种植一些 自己自足的这种 这种自己使用的 这些农作物 好 这跟前面的这些什么 species都没有关系了 也更谈不上什么乐观了 对不对 听起来甚至好像是 做个不太乐观的事情 对不对 因为林地要一直被牺牲 来去做什么样的用途 对不对 来去种地 好 那你们会发现说 A选项是不能选的 跟前一句话的内容无关 而且也不乐观 对不对 好 然后不会选项说的是呢 然而这个马达加斯加岛的 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它其实是跟这个 商品市场上面的 这个咖啡的价格有关 也因此呢 它会一直上升 这个国民生产总值 也会一直上升 然后呢 给到它的这个人民呢 有比较更高 更高的这种生活水平 好了 这也跟前面的species 完全没有关系了 对不对 无关了 也不用去考虑 optimistic的问题了 两个要求都要符合 一个是optimistic 一个是要跟前一个句子提的 这个事情是有关的 我们看一下c选项 c选项 他说 而且他说 这个马达加斯加岛上面 很多这种独特的这些生物啊 例如什么 经常被捕捉 然后卖到其他国家去 对不对 在非法市场上面售卖啊 作为这种来自异国的宠物 对不对 进一步减少了这个野外的这个 这种物种数量 哎呀天呐 这本身就已经非常不乐观了 对不对 根本谈不上optimistic了 直接排除了 对不对 好 我们最后只剩下这个dog选项 他说 一些鼓舞人心的研究表明 然而一些鼓舞人心的研究表明 encouraging 首先符合optimistic 对不对 然后呢 他提到什么呀 他说 哎 马达加斯加岛一些独特的物种呢 现在正在改变他们的行为 为什么改变他们行为啊 哎 要去对应他们这个新环境 你们看一下 哎 他们刚适应过的这个环境变成了 其实就变成不合适的居住地 他们是不是要找新环境或说适应这个新环境呢 对不对 你看一下哎 他们虽然怎么样啊 发现自己已经适应了的这些环境啊 不合适居住 但是他们怎么样啊 哎 在调整自己的行为 因此也就有可能怎么样啊 继续在这种变化者的栖息地当中 茁壮成长 就是发展下去 哎 这其实是乐观的 对不对 也跟前一句的内容是相关的 对不对 所以呢 正确答案就是它了 大家会发现说 四个选项的差异 其实在内容上的差异 还是非常明显 只要你搞清楚题目的要求 啊 抓住这个optimistic这个点 然后把前一个句子读清楚 知道前一个句子讲的是个什么问题 其实选项就非常好选 好 那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一篇 an unusual island 好 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去查看解析 也可以呢 好 到小程序的问答页面上面来提问 是也可以到这个网页的相关页面提问 好 那么今天这一篇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 拜拜